喂 我們又會抓什麼狗狗上來呢 老師 這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米蘭莉公的藝術 是不是他一隻 哎呀 我的媽 走遍大江南北 這爆發力十足的大魚 可是太誇張了 原來這烏溜溜的烏溜 養牠不是為了賺錢 而是幫助陶雞 消滅魚蚊中的壞東西 胡壽羅 避免牠們把養分 荒物質吃光瓜 而且因為牠的出現 才會成就出這一隻隻的水中寶物啊 這個藍色的 一隻一隻的這個 對 這有的是比較好的 然後有的就還是不行還要再養 這個跟我們去抓的那個蔓苗 是同一種蔓嗎 同樣 同樣一樣 可是牠長大會變藍色喔 對啊 去年這些苗 都是兩百多塊的 一條就兩百多塊的苗 那現在這一隻不是不得了嗎 現在應該一隻應該 大概五六百塊以上吧 對 一隻就五六百塊啊 所以我現在拿兩隻 放在口袋裡面帶走 我今天就進賺一千 對… 好誰呢啊 原來黃老師的主業 正是鰻魚界中的扛把子 交換鹿港的漁溫 占地兩甲 年產一百噸 五十萬條鰻魚全外銷日本 連台北知名的鰻魚飯餐廳 都不一定叫得到貨喔 正他們我跳跳 麥同學今天嘟嘟阿厚 要參加畢業旅行 看大家馬不停蹄 正正經經 咱們家營營也是不得閒啊 老師 原來妳說的跟海中有關的 海中百姓有關的 就是這個鰻魚喔 對…就是這個鰻魚 對 好險 太滑了 我都抓不起來 可是老師 我們一般就是在講鰻魚 好像大家都看過也吃過 但是說真的 怎樣選真的好的 好像選不出來 對… 妳現在做的這一條 是比較差的啦 這是還不能… 這是不好的 它肚…肚子這邊還沒有白 有沒有 肚子緊緊的 肚子緊緊的啊 沒有說很白 妳來看這一條不一樣 真的耶 比笑的不一樣 有沒有 有比較就不一樣了 這個很漂亮 這個才是最好的魚 超白的 我這一隻就黑黑的 對… 然後它這邊就是黑白分明 對不對 黑白分明 然後這邊是有一點藍色 然後深藍色這樣子 對耶 你那隻深藍色 那這一個就沒有了 我這一隻比較咖啡 咖啡 然後它有黃金的顏色 對啊 黃金的顏色髮得不好 是喔 黃金的顏色最差的 這是最差的啊 那這一條魚 我隨便一條一條都最差 這條魚如果在東京的話 這樣一克飯應該五千塊 就這樣一條 台幣 日幣啦 可是那它是同一種類的鰻魚嗎 它是同種類 只是它的本質 它本身它的刺口性比較差 所以它長得不好 真的 兩隻比較下來 明顯就看出顏色的差別 大哥說 在白鰻家族中 對它叫做青鰻 其次則是帶點土灰色的粉鰻 另外最高等級的鰻魚 它居然有個關鍵字 叫做四匹 是什麼咧 四匹是說 四條一公斤 對 四條秤起來是一千公克 一公斤 那就跟那個鮑魚 擠頭包擠頭包那個 鑽板很像 很像很像 所以最好的是四匹 對 那這個是三匹一公斤的 這是在日本大概九州 所以喜歡大的 對啊 一般不是都喜歡越大越好 沒有 鰻魚剛好相反 鰻魚在剛好四條一公斤 五條一公斤最好 五條一公斤就好 對… 那這樣五條一公斤的話 那個價錢 五條一公斤的話 目前的價錢應該 如果五條單賣在日本的話 有兩千塊日幣 兩千塊台幣以上 一公斤 那四匹大概在一千七一千八 那三匹的呢 一千五左右 越大的反而越便宜 對 一公斤大概一千 對 挑脫台灣人的飲食觀念 鰻魚居然是越小越好 甚至在日本東京 更有吃油氣夠心態的嚴格要求 所以因地質疑 不同大小的鰻魚 就要以人工的方式區分 就在這時 我們有一個驚人的大發現 老師 你看這一隻 對 這一隻是 都不一樣耶 這是突變的啦 突變喔 對 這種有人在收藏 這條搞不好 可以賣到一萬塊以上 好漂亮喔 對 所以這條應該很老了 對 年紀應該有多大 鰻魚精喔 你來看他的耳朵 他的耳朵 還可以看年紀 對…年紀看得出來 你看他的耳朵 耳朵已經 他這個年齡 耳文的耳鈴 就是看他的耳朵 他耳朵已經都很老了 這樣喔 對 而且他的耳朵 往後面一直往後面拋 你看不一樣的 你看這隻小布隆東的 對 這隻是很老的 這條很老的 那這條的話 像我們一般的話 我們看到 我們繼續跟他養 看能夠養到多大 大概都不會賣他 是喔 所以這隻就是獨家收藏就對了 對 所以這一隻的話 可能會放在最後面 一格讓他再養 好吧 那這隻就先放著 好 就放到最後面 老師 我就是在這邊這樣子抓鰻魚 丟鰻魚 為什麼 為什麼需要這個運動技能 我還是想不透 因為 我幹嘛穿得這樣一整身來 因為運動技能的話 因為全部的話 大家都是運動員 第一個是都是運動員 全部大家都去運動員 都是運動員 對 他們都是運動員 五十七年次的黃老師 從小到家裡就在養鰻魚 體鎮畢業後 靠著運動員的身分到學校教書 他看到學生在田徑場上衝刺 畢業後卻找不到出路 心疼之餘 便想到自己的資源 所以這裡的員工 各個窩湖長樓 每個都是體育劍駕駕 對了 出貨以前 好像還有一個環節 愛注意喔 老師 你看 錢會自己游下去耶 印鈔機喔 對 這邊印鈔機還好玩 老師 我們為什麼要 把它弄到冰塊裡去啊 這個主要是讓它冬眠 因為它冬眠之後 它的耗氧量就降低了 降低了它就容易包裝 鰻魚也會冬眠喔 對啊 都會冬眠啊 那只要讓它冬眠的話 讓它就是說 停止讓它不要那麼動 活動力不要那麼大 耗氧量比較低 所以他們搭班機去 九州跟東京是活著去啊 對…活著去 然後去到那邊的時候 應該我們的技術上 可以持續在四十個小時 以上 冰在這個冰塊裡 它可以冬眠四十個小時 四十個小時 然後等一下還在繞上來 再拿…再走 老師 我不信 除非你也讓我坐飛機 跟他們一起去日本 妳不行啦 妳沒落到冬眠了啦 對啦 要凹就凹大的啊 不是啦 是說黃老師的鰻魚 品質真正好 以前老前輩 噴得吃雞二十小時 就很厲害了 他卻把運動生理學 運用到鰻魚的配送上 甚至啊 市值兩百多萬 打造全台獨家的室內養殖場 在這裡的鰻魚 享受紅外線殺菌 及特殊酵素養殖 存活率更是高達八成以上 黃老師除了是鰻魚界的扛襪子 他還陸續開了六家鰻魚飯專賣店耶 你看看 眼前這些 不過是一個殘奇的用量 看到這 還不跟著黃老師 繼續挖掘他的賺錢秘籍 好了 好了 很快 瓜培 妳看有沒有看到 師父就這樣 就這樣簡單幾個動作 一隻鰻魚就被殺得乾乾淨淨耶 哇塞 動作也太俐落了吧 對啊 一定要快啊 嘿 老師 嘿 這樣意思 我現在不會要練習沙漫吧 這沒辦法吧 應該沒那麼快吧 像日本有個月裡 有一句月裡就是說 你沙漫裡要三年 然後串要八年 然後烤漫裡要一輩子 光是前面兩個就花我十一年的時間 對… 那我怎麼有可能學會 這裡的師父 均每分鐘可以殺一公斤以上 也就是一隻只要十五秒 日本人沙漫魚 依照地獄性不同 分成關東 關西兩種 關東屬於貝開 關西則是負開 因為江戶時代 關西的武士多 切負 流頭 正代表大和民族 長舊以來的武士精神 老師 你是有多久沒有 兩三年沒殺魚 我有看得出來一點點 對啊 就 兩三年沒殺魚你看 動作就差 學生就差很多了 所以這樣是失敗的意思嗎 最多大家來啊 刀不好 是刀不好 你把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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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給老師一次機會 不過老師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會殺 會啦 以前你都要自己殺嗎 為什麼 從以前開始就是都 他怕 真的太大怕 回憶過去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你不要看黃老師切得哩哩啦啦 其實創業初期 店裡總共才三個人 蝦魚穿滿全部都要自己來 接下來我們要告訴大家 一個關於鰻魚飯天大的秘密 你知道嗎 一隻鰻魚最好吃的部分 竟然是 在鰻魚的尾巴 尾巴 鰻魚的地方 所以在串之前 我們就要先把它切 對 我們要配 像這樣一隻這麼大隻 應該可以喔太陽 應該可以做五份吧 沒有 怎麼這樣子就好了 外面那個鰻魚一塊這樣子 這樣剛好五份呢 沒有 因為你看到的是 是活鰻 你一般外面看到的是 烤好的鰻魚 所以它 那這種鰻魚的話 是活鰻 它會縮回來 所以等一下這條魚的尺寸 可以縮到 剩下三分之二 只剩這樣 對 只剩下三分之二 那這樣到底是多少鰻魚 就是一隻鰻魚 到底可以做幾碗那個鰻魚 我們大概一公斤 可以配成七份 魚苗飆漲 鰻魚飯的價格卻迟時不敢漲 難怪老師說 切的師傅 就是取決於利潤成本的關鍵了 請問一下這位師傅 您是賺錢師傅 還是虧錢師傅 賺錢師傅 他是賺錢的師傅 好啦 那我們來切 很奇怪 老師你剛剛一直講什麼 配什麼東西 他現在就是在配這條鰻魚 就是說他的 他的口感就是說 他 甲跟鰻 就等於A跟B A在前段 B是在後段 那後面還要再把鰻巴 最好吃的分為兩個人 再配到前面 所以我們吃的鰻魚 不是這樣子一塊一塊一塊 是這邊湊這邊 這邊湊這邊 這邊湊這邊 是 是不是又上了一刻啊 這個錯法 全台灣幾乎沒有人吃到 所以你去外面的鰻魚飯店 店家給你的是一整片 不是他不懂 是你看過節目 老師告訴你的 好厲害 而趁為後的鰻魚 還得依照日本 新烤後蒸的做法 烤到表皮微焦 不斷翻出油脂泡泡 蒸食就像 預熱的柴魚屁一樣 翩翩起舞 蒸汽混著香氣 瞬間廚房裡海味四溢 後面的工序嘛 真糟糕耶 鰻魚放進蒸汽浴中 目的是要讓魚刺 逐漸軟化 最後的步驟 才是日本人所說 一生懸命的功夫了 一個鰻魚飯師傅 要花畢生的時間 來研究怎麼烤鰻魚 到底這個烤的技術 有多厲害 其實鰻魚的好壞 在於師傅 你要看這批鰻魚 它到底是肉質是 比較硬還是比較軟 然後它是幾歲 越老的 越年紀越大的鰻魚 你必要烤的 吃素要越久 那你要知道這批魚 你要有你的經驗 所以烤鰻魚要 這個技術要一輩子 就是這樣子的原因 瑩瑩 知道了喔 不是不給你做啦 而是這個各種的奧秘 實在太多 每一片鰻魚 得依照肉的個性 去判斷沾醬次數 滴下去的醬汁啊 遇到木炭 出來的香氣 還有加分的效果 不過這個畫面 實在太犯規了啦 看得我肚子都不爭氣的 糾結在一起 討厭討厭啦 老闆 我也要來一碗大飯的 老師 我今天一整天喔 跟你體驗這個 養慢人的工作 我發現喔 我真的是一點忙都幫不上你 你這個工作好動不動 就要這個三年八年一輩子的 對啊 我根本就學不來啊 對啊 沒有那麼容易 可是 對 有一件事情 我是可以好好的幫你一個大忙 哪件事情 我可以幫你好好的品嘗這個鰻魚飯 是啊 這看得去要流口水耶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品嘗這個鰻魚飯之前 你要先試試前面這兩樣 還有這一樣 要照順序來 為什麼我不可以一邊吃一邊配 不一樣 你要吃鰻魚飯的話 你要專心的去品嘗它的味道 所以你要從前面來 就是道地的日本人吃法就對了 對…日本人的吃法 這個前面的這種什麼小魚乾 這怎麼是魚乾 這今天你有看到的東西 這是我們在處理鰻魚的時候 丟掉的那骨頭耶 對… 用炸的喔 對… 這個配酒 配米蘆最好 不一樣喔 真的 炸的好酥喔 對… 因為它非常非常香耶 它有一種像是那種 雞炸得很酥很脆的時候 那種香味 比那個更好吧 比那個好吃啊 因為它很脆 喔 真的是咖啡咖啡脆耶 黃老師的私房料理啊 還有這一道蠻乾 一條鰻魚啊 只有一個乾 有力苦 有點甜 有點回甘的滋味 聽說還有治療老花眼 肝眼症的功能喔 至於亞洲的鰻魚飯到底有多好吃 我要先講這個鰻魚 一般我們吃那鰻魚飯的鰻魚 那個醬汁會抹得很厚重 對… 對不對 所以它會把那個鰻魚的味道 乾掉 可能我覺得它也是怕那個土味 所以要去乾那個 可是我跟你講它這個鰻魚啊 它皮啊是烤得剛好 適中 然後它的醬也是抹得剛剛好 對… 所以你這個醬它不會去強調 那個鰻魚的香味 對 它在口中化開的感覺 好讚喔 很幸福的感覺 然後米也很讚啊 對… 日光米它就是 有一點QQ的 對 日光米它本身就是 配合鰻魚飯這個 天衣無縫 對… 沒有花椒的外表 只有扎實的功夫 熱血老師的鰻魚飯啊 真是好吃耶 大哥說啊 鰻魚含豐富的膠原蛋白 以及維生素 因此啊 在日本被視為吃的化妝品喔 今天在這邊就是產地直送 而且鰻魚在台灣已經養了 用人工這樣養殖 已經養了50年 這幾年才開始有些 就反而大家都以為鰻魚飯 鰻魚飯最厲害是日本 其實我們台灣也非常厲害 對 而且日本大概最依賴的 就是台灣的麥米 所以這也是我們台灣的驕傲 你不要小看了 對 台灣的驕傲 除了運動員 以上 Altyaz 6日 李宗益 重數 INTERVIEWER destroying人工腸 為了解 你起 belief Tor vac 雷